明明有多人發燒 但海軍敦目艦支隊長 卻被說發燒籃血淋 嚴德發震怒這樣說 這就是引力 要不然你幹嘛懲處支隊長 你幹嘛懲處那個什麼 箭子部的什麼的 指揮官 這就是原因之一 把錯推給海軍敦目艦隊支隊長 但主動說要接受 籃尾電訪的陳道輝 這樣強調 有議員比較嚴重 他住了兩天 所以我有回報 兩邊說法都不懂 到底誰眼幹發燒通報 根據回報SOP 磐石建醫官回報看診資料 給醫療小組召集人 並和支隊長陳道輝通報後 接著應該要再向上 通報海軍艦支部 但海軍高層卻通通不知情 這個部分是我們之前 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你們在做懲處 你們在做報告之前 你們有沒有問過支隊長 這個消息您這邊有掌握嗎 我還要再查證 都推說要查證 但當中勢必有人在說謊 支隊長陳道輝說自己有通報 但曾經繼續往上推 海軍司令部 從參謀長到副司令都不知情 更別說國防部長 嚴德發也不知 難道是劍指部沒有通報嗎 確實是有人發燒 但是出來是沒有 我們還在查證 就是可能的訊息有一些出入 是 有些出入嘛 我們還在查證 到底哪裡通報出插座 國防部加碼發新聞稿 強調針對陳道輝的說法 逐一清查回報表 確認均無有任何人員 發燒記錄反向再打臉 而除了日前公布的磐石艦5例 國防部再新增康定艦 有發燒1例 岳飛艦2例 總計3艘軍艦 共有185人就整 就整次數 共計267人次 國防部也宣告 將每日召開敦目支隊 燃疫調查 進度說明記者會 釐清真相 拼湊真相 記者陳一軒林軒台北採訪報導